好想買鑽瓷 這就是我的新的吸塵器 久違要外出的VLOG 外面下大雨了 超級傻眼欸 大概已經有一個禮拜沒下雨了吧 然後我今天要去參加活動就下雨 我呢上衣穿的是sevier 然後下半身穿的是green relaxing lego的裙子 到今年還是非常的好看 今天要去參加dyson的活動 所以我就想說我要穿紫色 結束之後我會再去一下東區 然後回來 對那就先這樣晚一點見囉 希望雨不要太大也希望雨不要下太久 這款新品到底濃縮了哪些 I love you love you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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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you 還是會 還是有點重啊 她說這樣 這很輕 很輕嗎 可是如果你這樣一直拿著 然後三分鐘講話 就會有點重 我準備好緊 現在活動結束了 我要去K-Uno拿我之前買的杯衣紙 要送人的 對好險出來沒有下雨 回來了 好累喔 我累是因為我覺得戴口罩一直悶住 很累 現在呢是晚上六點 然後我超餓 我今天就只吃了一個肉桂捲 吃這個利亞娜的台中的一個甜點 點的肉桂捲 超飽好吃 然後還有紅茶 而且紅茶喝一半 每喝完就出門了 到現在我終於要來吃一個正餐 然後我剛剛就是在回來的公車上呢 就叫了一個外送 我就覺得我真的是一個天才 然後這間外送是我第二次吃 叫做Manga Manga萬華161 我之前是點青醬 鼻管 然後我今天點的是燉飯 粉紅什麼海陸燉飯的 我來吃吃看 喔真的快餓死了 而且它有一點比較像粥嗎 比較沒有那麼像燉飯 因為比較濕比較軟 但是有可能是因為外送 就是 悶煮悶太久 今天活動的餐盒 我來看一看 蠻豐盛的耶 它有一個小可頌 巧克力餅乾 and the mother Oh my god Oh my god 等一下泡一個茶來 搭配 現在是6點45分 我已經吃飽了 然後我在發呆 我現在猶豫 我要不要睡個午 欸不是午 這是什麼 就是我想要睡覺一下 我想要睡個半小時 等一下八點左右 我要去接 colly 今天早上的時候 出門 有把他帶去醫生那邊 所以我等一下去把他接回來 其實我昨天到今天 睡了七個多小時 其實應該是夠 應該是太久沒吃東西 然後又突然吃很多 我就很想睡覺 而且 剛剛蒜皮超深 而且就是 那個反澱粉類 所以你一個深糖 就會很快這樣 咻 就我非常的想睡覺 就是本來都用橘色的眼影 畫很重 最近都用 就是很淡的咖啡色 加一點點橘色 其實我眼影還是超多 但是我就很懶得換 我就一直都用 這一盤 唇膏 也是懶得換 所以還是用那個公主唇膏 已經用了一年 哇 一年半了 我最近都睡在沙發去 然後最近就有一種 很像我住在一個小套房裡面的錯覺一樣 因為這邊就是一個我主要的活動 吃飯睡覺空間 對 我覺得很有趣 很像以前住在沙發房的時候 我都很好 然後就是一個小套房跟在沙發房間 在最後的上班 我已經在那裡 在沙發房間 是一個地方 是一個有顏色 我建議 我建議 飯捲 韓式飯捲好久沒有吃了 以前都是高中的時候去讀習之前會買那個飯捲 今天影片跟上一個畫面 已經隔了一個禮拜了 幾個近況的update 就是我打完疫苗了 然後我本來是想說 打疫苗應該會 沒有什麼 症狀或是變化 然後我就一定要拍一個 打疫苗後的vlog紀錄 結果我整個大發燒 我真的像死掉一樣 我就一直躺在床上喝水 量體溫然後躺在床上睡覺 睡了大概快兩天 那一個禮拜我都就很像生病 很像感冒沒什麼精神 所以就隔了一個多禮拜才有這個下一個畫面 可是呢 一個多禮拜後 我的吸塵器也到了 你們還記得上一個畫面 我去參加dyson的那個新品發表嗎 吸塵器到了我們去看 登登登登登 這就是我的新的吸塵器 欸太長了看不到 這樣 這一台呢是叫做 dyson v12 detect slim 欸這邊有拍到嗎 它的名字就是在這 它真的很酷 我上禮拜去參加他們的發表會之後 我就覺得 它的新功能讓我印象太深刻 我真的是參加完直接背起來 它們第一個最特別的是這個吸頭 欸我可以把它拆下來 登登 智慧雷射清亮吸頭 這真的超酷 就你們看這邊有個綠色的 它就是可以有雷射光 或是不要開 吸頭起重的時候呢 那個雷射光就會這樣 從這邊照出來 原本看地板覺得 欸好像沒有很張 只是有一些毛髮 可是那個雷射燈一打開 就會看到超多 很細小 就是 用可見光看不到的灰塵 幫助你去檢查 你到底有沒有打掃乾淨 對這個是我覺得 這是超酷的地方 然後我有稍微試用一下 我真的是超驚艷 哇 我的地板原來這麼髒喔 然後第二個呢 也是一個 很屌的 可以說很屌嗎 就是這個 特技來專門對抗 難纏的毛髮的 無纏繞錐型吸頭 這我一開始有點不太懂 可是後來近看我就發現 喔 你們看喔 它這邊是一個錐型的 然後從粗到細 然後這邊呢 是有一個空間 就是空的 它不是補滿的 因為 如果你是長頭髮 或是你有養很多 長毛 會掉毛的蟲 今天一直攻擊那個 箭在Colly身上 就是他們的毛 會卡在那個吸塵器的 兩邊 它這次設計的就是一個 錐型的頭 它就是把毛從這邊這樣吸進去 轉轉轉轉轉轉 轉到這個空間之後呢 它就是直接被吸到最上面 它就不會打結 我覺得超聰明 就如果 你有這種困擾的話 你一定要試試這個吸頭 然後 這我等一下就要來 著重測試 其實他們還有很多 就是一如王堂的配件 這一台吸塵器呢 它的第三個 還有第四個優點呢 是它有增加一個 升學感應技術 它真的超酷 它可以 就是自動偵測灰塵的種類 還有數量 然後會顯示在這個 LCD的螢幕這邊 同時 因為它可以偵測灰塵的數量 跟種類 打掃的時候 它就會感應到說 欸這邊灰塵比較多 它就會自動調整吸力 你就不需要自己去調整那個段數 我覺得很方便 你就是一邊吸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 欸它的聲音變大了 就會表示它吸力變強 然後如果它的聲音從大聲 恢復比較小聲的話 就代表說 欸這個區域比較沒有那麼髒 最後一個新的設計呢 是這個 一鍵式的開關 以前Dyson的吸塵器 它的開關鍵 都是在這個 握把的地方 你要扣著嘛 現在就變成說 一鍵式開關 它是開了之後 就連續打掃 我覺得 你很誇張欸 Toby只要聽到任何 那種開關 電鈴的聲音 就會大尖叫 就是我覺得Dyson 一個很好的是 它所有的設計 都是可以看那個 紅紅的地方 只要有紅紅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去 動它的開關 像這邊電池藥材 也有一個紅紅的 就使用上 我覺得很無腦很方便 好了你不要再 你不要再咬吸塵器了啦 總之呢 其實我會開始需要吸塵器 真的都是因為 開始當了他們的保母之後 我覺得整個工作室的灰塵量 毛髮大增加 真的是大增加 真的是大增加 因為像Colly 她的毛是黑色加白色 然後她很會掉毛 所以 嗯 她的毛混在一起 就很像灰色 所以常常會在工作室的角落 看到一球毛 再加上 因為每天都固定 讓他們去外面散步上廁所 至少三次 所以就會多了很多那種 小顆粒小石子 在這邊的地板 就變得非常非常的髒 通常呢 一個禮拜打掃 一到兩次是最好的 對整個環境的整潔上是最完美的 但我這次就是想要實測這個吸塵器 所以我拖了大概快兩個禮拜沒有打掃 今天呢 就來看看 是不是可以打掃得非常非常的乾淨 那我們就 開始吧 喔 我呢 第一個想要先測試的 是想要先測試這個 無殘繞的吸頭 好的 我現在呢 第一個要來打掃的是我的沙發區 因為我沙發區其實比較難打掃 我基本上是放棄 她的上面就會黏很多毛髮 可是我就想說算了 她每天上去都會再黏 所以我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打掃過沙發 那目前的吸塵器是長這樣 就是 這邊是清空的 然後 這個吸頭也非常的乾淨 然後 沙發上的毛髮 很多耶 然後很多塵蠻 刷頭這邊是完全超乾淨 完全沒有卡任何的毛 來我要整理這個軟骨頭 上面真的超多毛 很誇張 我真的是說不得了 我很期待今天的到來 然後 然後 這邊也真的完全沒有卡毛髮 看起來還是非常的乾淨 我現在就要來用那個 雷射的吸頭 那真的超酷 我真的是迫不及待 因為用那個打掃實在太有成就感 我覺得心情很好 登登 故意她這邊有一個開關 要把它打開 也不忍然 沒有尖誤 有有… 是… 這間廢山是不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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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來打掃玄關區 這裏超髒 因為這裏很多那種從外面帶回來的那種小石子 就是真的很髒 然後很多那個colly的毛都被吹到這邊擠成一球一球的 我希望可以記得這首香 我希望你記得這首香 我希望你記得這首香 你跳在上海 抹乾淨的沙漠 我終於打掃完了 我現在心情超級好 因為地板真的是超級乾淨 就我現在用手摸就覺得很乾淨 而且就完全不用穿拖鞋 因為我是一個很不喜歡穿拖鞋的人 地板真的有夠乾淨 所以整個地板都亮晶晶的沒有灰塵沒有毛髮 然後沒有那個COLY流口水的那個印子 因為COLY常常會就流口水在地上 或者是大家喝完水就會把整個地上弄的都是水 然後就會有那個水的形狀乾掉 看我們的成果 滿滿的一整個集成盒 這邊還沒全滿啦 大概就是可能八九分滿 這超級多毛 超誇張 這些毛在地上根本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只覺得好像有一圈有一球一球的有點髒 但是他們全部集在這裡的時候就覺得 哇 這裡怎麼那麼髒啊 我一邊在打掃的時候 這邊的螢幕就會顯示說 我現在吸的灰塵數量還有種類 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這邊這邊就有 這個黃色這一條的是數量最多的 這個是過敏原和花粉 第二個多的是這個圍塵跟皮屑 紅色的是塵藍跟細沙 這個反而沒有我想像中的多 最後一個紫色最小的是糖或是跳蚤 它就是比較低一點點的 我真的老實說我不是一個很喜歡打掃的人 就是我比較懶惰一點 但是這個東西真的是讓我覺得非常有成就感 然後打掃起來非常開心 尤其是現在 狗狗的毛真的太多 我被逼的不得不認真打掃起來 這一台其實它有配很多很多的刷頭 我可以簡單的戴一下 那就是用來洗地毯 如果你家有地毯的話 就適合選這個刷頭 然後再來這個是我很愛的 這個是LED燈 它就是如果開的話它會亮一個LED燈 很適合去清掃一些櫃子的縫隙 就是可能櫃子很重沒有辦法移動 然後又積了很多灰塵在那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比較細小 然後它會把燈打開 你就可以看到說裡面有灰塵這樣 像我剛剛就吸著這個櫃子後面的 再來呢這個是一個轉換頭 這個就是可以掃一些比較低處的地方 像沙發下面 不過因為我的沙發比較輕 我都會把它推開 然後像那邊的櫃子比較重的下面 就會用這樣去打掃 就很方便你不需要彎腰 它是一個二合一的刷頭 這個我最近蠻喜歡的 因為我發現它拿來吸桌布 或是書櫃打掃的蠻乾淨的 因為有時候像櫃子上很多東西 就不知道怎麼打掃 用這個就還蠻方便的 再來這個是適合吸比較硬的灰塵 像是那個泥漬 可能就黏在基本上比較久的灰塵 就可以用它 但這個我比較少用 最後一個吸頭配件是這個 它就是這邊毛比較軟 吸鍵盤 或是一些需要保護的東西 還有一個配件是這個收納的 它是可以卡在吸塵器上面 像我就會插這個LED的 隨時可以轉換 然後還有這個二合一的 這樣子 以上就是我的新的吸塵器 心得介紹還有實際操作 這個灰的很可怕 把你的毛清乾淨了 你在找你的玩具喔 你的玩具被我收起來了 你看 你很多毛餵 它是之前那個 有些剪毛 夏天剪毛 毛變狠熟都沒什麼掉 現在毛長回來就一直掉 你看 你看你的微薄不會很熱嗎 我現在呢 要來組裝一個夾子 希望我可以組裝成功 我想要把這邊 蓋一下 好了好久 終於把這個 架子搞定了 我的天啊 它比我想像中難很多 就是它是一個 頂天立地的架子 喔 TOPP你要幹嘛啦 好好好 輕輕輕輕 然後TOPP要吃醋 Luma就是上下都要轉緊 可是 你對上面 對好 你下面再轉的時候 很容易就移位 所以真的搞超久 因為中間要放那個網子成架 所以寬度是有一定的限制 然後本來已經對好了 可是一邊轉的時候又歪了 真的是 超級崩潰 超累 然後現在就終於弄好了 目前弄好 它就是給我附三個網子 這個一個 兩個 三個 然後一開始我就想說 欸三個網子 可是為什麼它只有附給我八個 這一個 想說是不是少給了 後來才發現就是要這樣 一個扣上跟下 一個扣上跟下 這樣三片就只要用到 八個 目前大家就是掛一些 每天出門會用到的東西 那這個帽子 的架 是我另外 買的 我買了兩個 另一個關門後面 那就是我的門口 小改造 之後應該會再放一個鞋櫃在這邊 因為鞋子太多了 我的藍骨頭 然後我朋友送我一個那個花花的 靠墊 花花 因為要玩球 姐姐才剛把地板弄乾淨 今天先不要玩好不好 這小朋友準備了兩個玩具 然後他就會這樣 一直盯著玩具看 死盯著 不放 然後給大家看一個 我買到的東西 超級開心欸 這是那個午後紅茶 他不是都會出跟迪士尼聯名的娃娃嗎 也不算聯名 就是跟他一起販售的娃娃 這種 杯中娃娃 超可愛 這是三眼怪的 我去Seven買到的 這真的很難搶 我搶到的時候真的超級開心 我搶到的時候整個人是想 啊 很開心 這超雀躍 然後他是一個在火箭筒裡面的 欸火箭筒嗎 嗯火箭 太空船太空船 太空船的三眼怪 我現在要來準備晚餐 今天要吃麻辣鴨血 牛肉 香菇 青菜本人 我這是第一次煮欸 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其實也只是加熱而已 講的好像從那個香料開始一樣 但我最近很久沒煮東西 所以 我剛才超小心翼翼耶 超白癡的 因為我以為他裡面是 已經是湯了 結果他居然裡面還有這樣子 一包 你用怎麼用 冷藏冷藏 然後呢 不需拆帶喔 真是我想要拆帶耶 這個辣辣的你們不能吃 你們還坐在地上等我 他們兩個坐在這邊等 但這個辣辣的你們根本不能吃啊 耶 現在是 pre晚餐時間 因為現在才五點半 但是因為中午吃太少了 所以現在就是先吃個晚餐 麻辣 鴨血 牛肉 跟青菜 我剛剛有頭喝一口 我覺得他真的是 蠻鹹然後會辣的 麻辣鴨血 如果像我平常吃小辣的人 可以再 加一點水進去我覺得 然後一杯 然後再墾 然後一杯 在櫃子 讓你吃이면 這個房間 讓你 Schlucho 而且一杯 我們在這種房間 有沒有 確定就是 那些房間 也有 現在晚上九點多 我剛剛耍廢了一下 你看Facebook上那種短的綜藝節目 我看到一直傻笑欸 超級紅油的 然後我剛剛就突然不知道為什麼我就覺得自己很髒 我就決定我今天要來大掃除自己 就是除了環境整潔之外 我就決定我要來大護髮 然後等一下要大去身體腳趾 然後大擦身體乳 然後很認真很認真的那一種 所以我現在正在護髮中 打人家 ROM 服務 boiling 走野我就 만들我的東西 kidsมา like this and I don't love the way you treat me when you sto and a perfect world you take me as I do 安 午安 我現在要來吃中餐 我的中餐是 懂吃懂吃 跟上一個VLOB片段比 我現在已經過了兩天了 我中間有回家 然後我發現 我每一次回家 我臉上就會 你看長痘痘 這邊有個很小痘痘 然後這邊臉就會破 後面趴著 這邊 因為Toby在桌子下吃飯 然後Toby吃超慢的 Toby趕快吃飯 快點 我今天早上很累 我今天早上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就是 睡了回龍覺 然後我睡回龍覺之後就開始狂做 惡夢 夢到我在跟佛地摩打架 因為 我假日的時候都在看 Youtube上一個 哈利波特的解析 我看了16集 整個腦袋都是哈利波特的世界 我還用魔杖 那時候我還說 媽你趕快來 佛地摩最害怕親情跟愛 所以你要打過他 超瘋的在我的夢裡面 重點是 我起床之後我想說 今天是展現一天 趕快趕快 生產力 講得好心虛喔 然後我就走去那邊要準備 給他們弄早餐 我就看到一隻死掉蟑螂 我超級久沒有在這邊看到蟑螂 然後我就看到牠翻肚 我就想說 所以牠死了 然後牠都不動 我就理牠在一步左右距離 所以牠都不動 然後我想說好 那我要把牠弄起來 那如果不把牠弄起來的話 牠們兩個如果去吃那個蟑螂怎麼辦 所以我就想說 好那我現在拿酒精先噴牠 先確定牠真的死了 然後我就拿酒精 狂噴那個蟑螂 然後一噴喔 蟑螂這樣 翻起來 然後開始狂噴 然後我想說死蟑螂騙我 然後我就拿酒精狂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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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然後就把牠有點 就是淹死的那種感覺 但牠還在掙扎 然後後來我就拿那個 廚房裡面的清潔劑在噴牠的肚子 牠就終於死掉了 我心好累喔 我一早起來就是跟蟑螂大戰 喔不對 我一早起來先跟佛蒂摩大戰 然後再跟路人大戰 然後再跟蟑螂大戰 我就是用盡我今天所有的元氣 我好累喔 最近實在太提不起勁了 我就 呃 在寫事情之前 我會先翻這本書 我翻這本書之後 會比較有動力 這本是編輯寄給我的書 那就是 嗯 會給我一些正能量吧 我不太會說 反正我就先翻一下 我先想一下我今天想要做到的事 應該翻到的是這一頁 我覺得 這一頁我簡單翻到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但是我還是 把它寫起來 寫在本子上 這個行為呢 就是有點像是 小時候抄聯絡簿 然後會有個每日家具 上禮拜開始 用了這個筆記本 寫一些雜事 待辦事項 有一點是 回到我以前還在辦公室上班的時候 我會有一本筆記本 然後我就會 嗯 每一天要做的事 要memo的事 我就會寫在一頁 翻 然後要找一些 之前記錄過的事情 比較方便 對 所以現在就想說 恢復這個習慣 看會不會 讓我 找回 熱情 好的 我現在寫了 非常少項要做的事 因為我發現如果我一天寫太多雜事的話 我就會完全想要貪婪 很想要拖延 所以 我現在就要來 先簡單的環境整潔 因為我的那個工作桌 真是太亂了 導致為什麼我一直錄影在這邊 我帶你們去看 所有的東西都亂丟 你看信用卡 印章 存折 合約 所有東西都亂丟 看見 非常嚴重 超雜事 只有我 現在是個 我呢 剛剛快速了 整潔了一下環境 现在我终于可以坐回我的书桌了 我呢 就是发现 我才打扫完过两三天 地板踩起来怎么就没有冰冰的感觉 这看起来呢 地板又没有很明显的毛 然后我就用那个吸尘器的那个雷射吸头去照 然后就发现地板上 虽然看起来没什么 可是雷射吸头一打开 就是有一层 很薄很薄 浅浅的毛在地板表面 然后我就觉得COLI实在太厉害了 COLI在哪里 COLI COLI的毛实在太厉害了 就是很薄一层铺在表面 很像那个蚕吐司有没有 大概花了十五分钟就把全部都洗好了 就收集了这么这么多毛 你看这是灰灰的 就是她的那些白毛 我现在干嘛 我现在呃 我想要分享一首歌啦 我想要分享一首 我要把这个连结放在下面 因为我觉得这个影片表演得很好 就是那个气氛是让人觉得很可爱 很轻松很快乐的感觉 是一个小小的一样的 是一个小小的一样的 COLI 有什么小的一样的 是一个小小的一样的 COLI 穿好衣服啦 我現在要出門去寄東西 最近帶到這個立體口罩 韓國的 oh my god 怎麼這麼好用 這個是我表妹送我的 然後我戴了這種口罩之後 整個可以呼吸的空間超大 我就不會頭很暈 我覺得很棒 那我目前有立體口罩都是別人送的 都是KF94的 我覺得超級好戴 然後現在就是等晚餐來 我要先來看哈利波特 這是我的晚餐 我的晚餐是這個 肉絲炒飯 這一家呢 是一間很神奇的外送店 它從早餐到晚餐都有欸 我覺得都很好吃 吃起來就像是以前大學 學校附近的那種小餐館 我沒有想要說 我沒有想要說 你聽到還說 你聽到時候 可能怎麼說 你聽到甚麼 真的還是會你聽到 我不會聽到 我可以聽到